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2月21号星期二 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 我是徐贵雅 从年前拖到年后 普发现金6000块 终于今天在立法院 是透过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不过呢 大家应该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6000块钱什么时候能够入贷 按照时辰 大概是4月份 可以来正式的发放 我们来聚焦南投立委的补选 绿营呢 这个攻击一波接着一波 昨天王定宇委员 讲出了一句slogan 大家觉得说 完全有接到那个梗 他说持母守中线 下一句是什么 持富南投线 其实呢 持富南投线这个部分 持续在发酵当中 林明珍他帮儿子买豪宅 钱是来自于投票 给他一票30块钱的选举补助款 今天对外流出的一段 录音档当中 林明珍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一栋房子 实价登陆是2300万 这个不是豪宅啦 只是建筑物的外观造型 比较好看一点 是不是呢 再次投给林明珍一票 那等于是帮他的儿子 再买一栋豪宅呢 进一步又去挖掘 这个是促转会的 前副研究员吴佩荣 他是发现说 2018年的时候 林明珍他有一笔 50万元的政治现金 有政治现金50万 这个都是合法的范围 但问题是在哪边 去比对了之后发现 营造商的弟子 跟帮他盖豪宅的建商 居然是一模一样 林明珍他跟建商的距离 究竟是有多近呢 也难怪最近国民党 感觉上面好像蛮紧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调呈现 蓝绿只差百分之 0.2 非常非常的接近 等于呢 一开始说是两位数的 这个民调差距 拉近到差不多是打成平手了 说是除了双北 桃园台中的 这个蓝营县市的手上 轮流要到南投去辅选之外 甚至呢 争夺要这个2024出赛权的 郭台铭也传出来说 他也打算要出马到南投去站台 蓝营除了说 抢立委真总统出选 吵吵闹闹之外呢 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罗望哲 上任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说不做了 他请辞 那传出来是因为 我是发言人 可是我没有发言权 份额他跟蒋万说拜拜 他说情愿回家 帮老婆洗衣脱地 国民党难道只剩下斗而已吗 最后呢我们要聚焦在国际情势的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 他呢又来访问 那他这一次的地点呢 到了这个基辅 加码援助乌克兰是5亿的美金 美方呢同时也提出警语 说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的是中国可能考虑军援俄罗斯 不过我们要看的是 中国现在经济情势究竟好不好 经济很不好 出口订单是雪崩 工人的实心传出被砍到村26户 中国的心计弃若犹斯 他们还有余裕去帮俄罗斯吗 稍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台湾智库的策略长 王玉川 大家好 接着欢迎立伟领长左 各位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呢 特别请到前南投集集镇的镇长 陈继衡 大家好 好 左手边来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宇少 宇少老师 各位好 大家好 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网路评论家温朗东 各位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稍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赵宜祥 以及战略专家林廷辉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要先从民生议题来开始切入 很多人的感受就是 蛋 假的软的软 这个蛋价好像贵得不像话 那除了贵之外 还有人会到处去看说 到底蛋哪边有哪边没有 说是不太容易买得到 那究竟这个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还是说全球都有蛋荒 包括这个郭台铭 因为他是要选2024 感觉上他也透过蛋的这个部分 要来表达 要来秤声量 我们一起来看 表态不排除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还没有等到国民党中央初选办法 自己先有动作 21号郭台铭在脸书抛文 耗火猛攻缺蛋荒 和弹价上涨 还抬民进党政府 人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政府 而不是解释问题的政府 那一天我真的没有讲出来 民进党执政 把石斑赢不出去 有石斑大王称号的戴昆才上火线澄清 正是因为这件事 前总统马英九十九号到嘉义 参加民间友人聚会 但会后却传出戴昆才在聚会中批评 民进党执政后 养的龙胆石斑都消不出去 只不过当事人郑重否认 更还原事情经过 马总统讲的龙胆石斑卖不出去 这是整个台湾整体 确实是卖不出去 那个时代 对不对 那我是七年前就没有养 你不能把这两句话 把它跌在一起 他们即便心中不满 他们也真的不敢 所以他会改口 他也不敢真的说出来 面对中国频频打压 我国农余产品 除了业者积极开发新品种 和拓展外销市场 政府也亲全力扮演最强火盾 过来是一个 个性我是这样 现在在缺水的时候 我洗澡就会有点罪恶感 我希望洗澡的时候 水就少用一点 那最近因为蛋的部分 蛋价说买不到蛋 或是蛋的这个价格比较高 那我就会想 我今天吃两粘两 才会剥夺到其他人 吃蛋的这个权利 我的脑袋里面 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因为郭台铭 他就是针对这个2024 当然他有意 那他也每天都要保持自己 有这样的媒体声量 那我先请教逸川哥 讲到这个蛋的部分 郭台铭今天 因为他是透过脸书 他发了一篇 那他讲说全台湾各地不仅是闹蛋荒 连蛋价也都追平了历史的新高点 没有人能够倖免于这样的淡淡危机 那短时间之内又看不到镜头 价格的管制历史的这个淡农说 不敷成本的情况之下 他的意思是说 可能价格没有办法再调涨吗 那是不是我的生产成本提高了 那不能调涨的话 我就不想生产了 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情况 使得这一些产量就进一步的恶化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他说人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政府 而不是解释问题的政府 我先跟你请教 这阶段的问题 你自己也有去走访 你感觉到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好 我们可能很多我们住在台北的 搞不清楚现在在说两个事情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大卖场 要买两也是买有 去这个便利商店也买有 为什么有人说买没有 我今天大家说一个原因 我过年有问我妈妈 说听说都买没有两 她说现在两很坏买 我说奇怪我在台北哪里都买有两 她说你们台北的都洗好的 你们在什么全点什么大卖场 一坏一坏洗好的 洗好的你就介绍很多种 有什么一坏八十的一百的 你要多高贵都有 其实我们消费者去 搞不清楚这养生的 这什么牧场什么一大堂 中南部的买两不是这样买的 中南部买两是去菜市 那整人的两 那阿姨和姊子 要拿一个塑膠楼 回家要小心不然回家好几颗就放下了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因为这一些很多的卖场 因为它的类似器座 它就给你订多少 所以很多的蛋农 它生产出来的蛋农 如果看到蛋农就快要买 我今天在黑豆去吃一斤 平价的铁板烧 加蛋 就说我们这吃铁板烧 可以点两 一粒两十块 加十块钱 我就问你老闆说 很合理啊 你怎么够10块 它很高薪 我说 我吃早餐 现在要单点一个荷包蛋 现在会给你带一个 带来说起到15 我还会看到一粒两十块 益川兄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 到对面的便利商店 他打出的诉求是什么 两颗茶叶蛋二十元 这是最新的状况 不是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想说 我要用茶叶蛋来吸引顾客 那一颗茶叶蛋 好像涨到十三块钱 然后你现在两颗二十块 然后想问是不是你来买 然后是不是顺便带个豆浆 带个什么其他的 这样的促销方式 店家是这样 如果有一些店家 他就说 我这次蛋农我买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蛋农 现在新本闭馆 譬如说一粒两平均 够两块 他说够十块 够五块 那都没成本 可能一粒都够一块 两块 都有可能 所以他为了 我本来就贪一份 贪不到多少钱 所以我最近就不卖 跟蛋有关的产品 这个没有错 这个大家在市面上 今天都回到这些困难 就是这些 可是我们的政府 我是建议我们的政府 不用再去宣传 什么日本起到多少 美国起到多少 什么人起到多少 什么历史新高 什么乌厄战争 情流感 什么什么一大堆 因为你说的 民众我都听不懂 民众就是说 我的两个就是贵了 不要改冠了 不要改冠了 因为这个治疗 贵要吃的这些治疗 人家说黄小玉这三项 起贵嘛 对 起贵你政府总要接线 出手了嘛 过去说自由经济的市场 就是说 人家治疗的 没有这些东西的人 在去 就有市场去 可以你政府 当时你把他调节一下 就说 保住这些 这个就是贵的 说这些原料 这些身份 政府给你 这段给你補回去 给你補 尤其说 产地制造这个蛋桑 吃鸡的人 他是一个鸡小 把鸡蛋 拌起来 拌起来台湾 这个蛋桑 他另外定一个鸡小 这些鸡小 总是农委会 你做一个政府 你会可以 介入一个 就说 不要让他吃乎太大 不过 因为天气的关系 国防民的关系 可能后各位 开始我们的 这个蛋的这个供应 差不多三四月 会可以恢复那个 产能 维护后 不可以这里 大家店间 现在去 吃早餐店 够一粒二十块 又回不去了 又不挑将是不是 你都要把它够下去 所以说 大家争说 这个时段 没不对 开始有人买不到人 没不对 各地状况不一样 开始也是有人 给他 给他很多 没不对 可是 我也是很要紧 说很要紧 不是很要紧 他明明的便利商店 他就给你掛一台牌子 说什么 收尾了 买不软 那天堂那网络媒体四处船 四处船 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 买买菜 也买了 对 有时有牌子会贵 有没有牌子会贵 都买 所以民众也不用恐慌 也不用说到 像小朋友早上 要去学校上学 都没找 早餐都好吃 你想想郭台铭 郭台铭说 要能够解决问题 不是解释问题 我请问你郭台铭 你全世界给你做生理 你现在跟我说 两位为什么这么贵 你知道吗 郭台铭 你做党首席 全世界生理做这么多 你跟我说 全世界现在两多少钱 如果你做总统 这两个你要处理 你也是没说 你也是一样说 你这个政府可以改罪 不可以改割 就给你说 我现在最难说了 播出八两话 你最好高点 快打打打的 他这个两个要处理 如果让你换你做总统 你不知道 不可以取共 这是民生的问题 也拜托农委会 大家就继续加油 把担持两个 持架生两个 这些农民 这些养殖 大家到三天 让他们堵过这个农官 不然他身份就是提冠 他身份提冠 之后反应是 他欠有的解决 就是到 半年下來 這大家都要一直來努力 來 我很想補充 因為剛才議選上說的 你說要不郭台銘你就來說一下 其實說看看是什麼原因的兩個器材 現在政府如果說 他就說你不要改稅問題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現在不是只有政府說 全世界的媒體也看都有 包括情流感 供應鏈的問題 氣候變遷 治療 能源的價格上漲 還有現在大家也說要人道對待機 說包括機的行動環境 不能說讓他就是窩在那裡生個蛋 你也要讓他有走動空間 對 但是我們這樣說下去 郭台銘怎麼說 你只要解決問題 你沒有要解決問題 如果真的說有說要解決問題 我們有看到一些經濟學者 管理學者 他說應該就給他 那就是想要解決問題 但是對 不錯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之前有說一個方法 就說他認為 我有看到這個網路上面 有一些這些管理學 或是經濟學的學者說 應該就是給他 要像美國這樣 像其他國家這樣 不應該說 我們去補貼這裡的農民 維持價格的穩定 應該給他 讓人民習慣 我 這個我先不要說對不對 我是說 自己有人說一個方法 郭台銘要不要跟上 你就說 你也要講一個方法 你的方法就是給他 你如果說不要給他 你說政府用 因為農委會習慣 不管是菜還是肉還是雞蛋 都一樣 一定是盡量維持價格 不要漲到像別人那麼多 對 盡量幫你補助 大家想辦法經過這一關 以前風太的時候 遇到財的事情 也是這樣 水果的事情也是這樣 你如果覺得這樣不對 因為他現在就配平 他說你這就是 處理question 不處理question 不要處理問題 後面的問題 這樣就有了 有人說要處理的方法 就是把整個大環境 台灣的文化改變 就是好去就對了 你要解決這樣嗎 也不可以 你也不敢說 第二就是說 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是說農委會現在在處理 就是盡量讓我們的基農 不要去受到禽流感 這種的這些原因 來受未來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說怎麼提升 整個我們這些養蜜業 他們的這些設施 硬體設備 讓他們可以轉型提升 這就是你處理 你也可以說 這一點政府做得不錯 是在處理question 他也不可以說 所以說他講整片 有的人 也有人是講說 就是要人道 要教育所有人民說 我們就是要讓基 應該要活在一個 有人道的一個空間裡面 空間裡面 這樣大家都會覺得說 多了一點錢 多了一點錢 來吃這些東西 是應該的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方法 只有一個人沒有講方法 連農委會也有說方法 但那個方法 去讓郭台銘說話不通 但是怎麼會通 有很多人說 只有郭台銘沒說 所以我要說的問題就是 郭台銘他說得整片 好像有一個意思 就是他要選總統 就他沒有別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技業家 我剛剛講 有很多不同管理學 或是養殖業的 或是農業的 這些專家 都有說方法 我剛才說 去改變大家的文化 改變人道的處理 每個人都有講方法 只有一個人沒有講 就是想選總統那一個 但他要幹嘛 他要罵人 罵看看可不可以說 大家的風向來他這邊 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覺得郭台銘 為什麼 從一開始 上次2020年 第一次還要選總統 2020年要選總統 很多人還會有一些 特殊的期待 看也可以 避出一些新的把戲 結果他越來越 大家覺得 看得很神 就是這樣 你作為一個企業家 結果你比那些其他的 想要提出方法的人來講 你沒有任何方法 你只是罵說 你現在的方法不對 或是你沒有看到 question behind question 別人講了 大環境的問題 你又說 那個都是在解釋問題 那你到底要人家講 問題背後的問題 還是不能講呢 他自己不是在聖水培嗎 好 因為益川哥 剛剛是講說 大家覺得那些解釋 是就是說比較多餘 可是我覺得 其實因為各國 都有遇到一樣的困境 我們也是 我們做節目 我們不是禁戶 這個主要他的責任 那就是去評議淡價 我們是對政府這樣的期待 但是也有其他國家 他是不評議淡價的 他就是讓他說 我們就隨著這個供需的機制 市場機制去走 那所以朗東我請教 我們就發現 去研究了一下 美國 日本 他們的淡價是怎麼樣的 美國說零售價格 可以漲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也就是說一倍半 對不對 那包括東京 說他們的淡的批發價格 已經創下三十七年來的新高了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 飼料漲價 那二屋戰爭也有影響 那當然在冬天 比較常耗發的就是禽流感 當然也是有影響的 來 影響原因主要三個 第一個二屋戰爭的話 影響到玉米作為飼料的供應 第二個是因為新冠疫情所導致的 這個運費的上漲 第三個原因的話 就是前面所說的禽流感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益川哥說 不要跟其他國家比啦 什麼 但是我還是還原下事實 你看CNBC 美國他們那個電視台 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說二零二二年的淡價 是上漲六十塊 他們現在十二個 這個蛋是多少錢的話 總共是美金四點二五塊錢 換算起來的話 一顆大概台幣 也是十塊錢左右 那陳其中 就是農委會主委的話 他在前幾天的時候 也說這個比較圖 過去很多媒體 特別是親中媒體 喜歡說日本淡價偏級 但事實上的話 從去年十月開始 日本的淡價已經超過臺灣 漲幅也有五十六點四趴 然後美國的這個漲幅的話 有一說算是一百五的 也剛剛也有說 美國的這個媒體 是說成是一百六十趴的 然後歐洲的部分的話 是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到二零二年的十一月 是漲得六十九趴 這個是歐盟的狀況 換句話說 因為是全國性的這個狀況 全球性的狀況 所以不管美國歐洲 日本同樣又到淡價漲價 那我們這個漲幅 你看一下 目前是十五點三趴 所以我們在控制漲幅上很好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農委會這部分 應該要開一個記者會 缺淡記者會 你說淡淡危機 就淡淡危機記者會 讓大家問到寶 讓大家知道真相是什麼 情流感撲殺的數量 這個字有點太小 陳其中破這個 美國是五千七百萬隻 日本一千四百七十八萬隻 我們在控制情流感上面 是遠超過每日 所以最後我來補充一下 是說郭董他關心淡價的問題 當然我是非常的欣賞跟肯定 可是過去二零一九年一月的時候 他受媒體這個訪問 他就說到是說 他這個經營的鴻海 富士康 要求每個員工 每天都要吃一個蛋 三十年來吃了五十一顆蛋 吃了非常多顆蛋 所以他講說 這個富士康的員工餐廳 菜色不好要改進來幹嘛 那大家還記得鄭州大逃亡的這個事件嗎 那郭董那時候就說 這個是劉揚偉的那個董事長的事情 我現在這個沒有在管富士康 現在才要過去看 所以你去講別人的這個經營能力 講現在政府做的不好 講的頭頭是道 等到你自己呢 這你就說那個不關我的事 我已經交棒給其他人 這個鴻海的事情 富士康已經跟我無關 在那邊推卸責任 所以我覺得郭董如果要展現 你的這樣的一個施政的一個魄力的話 先從你企業這個員工 讓他們吃到蛋 讓他們不要逃亡開始 好 我們接著看的是 有關於這個 因為之前我看到國民黨 他們不是去中國嗎 然後包括像是陳玉珍帶隊 說那個金酒 就已經可以賣到中國去了 先把你打的人 又說我來這個問 我已經打開 讓你賣過去了 那現在是有一個訊息 是馬前總統他在十九號的時候 他去嘉義出席了一個民間友人聯誼會 的聯誼大會 一百一十二年聯誼大會 那這個聯誼大會上面 就說有人在感慨 民進黨執政台灣很多的農漁產品 賣賣出去 特別點名有一個是石斑大王 他叫做戴昆才 他說戴昆才感嘆說我養的龍膽石斑 外銷有很多的困境 所以我就不養龍膽了 我改一個叫做藍瓜石斑 另外一個叫黃瓜石斑的新的品種 要殺出一條血路 那好笑的在哪邊呢 好笑在這裡 我根本沒有說 一片鞋成這樣 當事人說沒有說這句話 這就是蠻詭異的一個狀況 他嚴正的表示 我沒有講說民進黨執政之後 龍膽石斑就賣不出去 而且我是這樣 因為2016年是綠營開始執政 2016的520 他自己是2017年之後 就沒有再養了 他說我已經七年都沒有養了 現在怎麼會變成這麼一回事 那他認為石斑的養殖業 主要是環境的影響 農委會花了很多心力 他還是在幫農委會講話 可是怎麼寫著寫著 在聯合報的報導當中 就變成民進黨執政 台灣很多農漁產賣不出去 石斑大王感嘆龍膽石斑的外銷 受到這個困境 那委員我請教 你覺得沒有養殖的事情 是怎麼會變成一批報道 誰跟養殖有吃 我覺得現在當然整個 比較親國民黨的這些媒體 包括馬英九 他本人當然是這樣 他所有的那些現場 他現在講話 你看馬英九還是公主理論都一樣 他都要把他導引到說 國民黨比較會處理中國 他跟中國 他如果執政的時候 中國都對我們多好 所以他當天現場 到底是聯合報 他突然這樣來死 要是馬英九在致死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下方的人就這樣 說對啊 我們現在怎麼樣 農山兵都去鳳進 多多農山兵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個公平的 台灣的總統 當過台灣總統的人 他今天在現場 如果聽到這種話 應該是要說誰給我們祈福的 你不是人家這樣 我好像說 我跟那個要把我們祈福的 我對他最好 每天要把我們祈福 要把我們政 要把我們幕的那個 我跟他好朋友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然後還把它做成一個新聞 每天要把我們的農民祈福的 我跟他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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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他再說 都是現在的政府 讓我們這些東西買不出去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 媒體上面的操作 也某種程度 剛好是中國需要 因為中國現在就是希望說 看能不能 怎麼樣的方式 民的也好 按的也好 來幫助國民黨 包括你看說 國民黨現在這幾次 可以去那裡跟他說 可不可以讓台商 讓我們的農民 替我們的農民發聲 這樣想說 正式的這些官方的管道 他不願意跟你接受 陸委會 海基會 過去政策的這些官 包括農委會 我們正式的事務型的這些工作 應該就可以接受 一定會有人講說 你換黨執政本來就有跟不一樣的國家 談判的能力的差別 都清楚 現在民進黨來了 民進黨跟美國跟 日本跟澳洲的關係 也變得好 這也是舒適 但是 大家都是在一個正常的 國際秩序裡面去談判 去尋著本來國際該有的規則來談判 不會說 美國跟日本 那是澳洲 也不會說 國民黨起來之後 他說我沒跟你說 斷絕來往 連傳真都不回你 不會這樣 就是這個所謂的 大家要在一個公平 國際秩序 一個合理 一個民主自由的 一個 大家公開公正的一個方法 每一個黨 他會展現他的一個 談判的技巧 但是中國不是要這樣跟你母親 中國是說 如果不是我的人 進來我就不跟你談 我連傳真都不回 以前所有的這些事務型管道 全部都要切斷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講 他就是用獨裁的手段 來滲透民主國家 還要讓你人民 沒辦法自由的選擇 因為他並不是說要來 試試看國民黨跟民進黨 誰跟他比較會談判 那我們本來的 事務的這一些 你不是還是 以前打贏的 不能這樣搞的 WHO上面你 WTO上面你 違反這些協議的方法 突然斷絕你這些 農產品的這一些往來 而且對台灣用更嚴格的方式 這些都是政治性 違反國際貿易上面的 這一些規則 這一種搞法很簡單 就是他沒有要跟你談判 他就是要介入你的民主 他要讓你的投票的這個決定 是靠著他的意志來決定 所以說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還有人在發生這種事 遇到我們的農民的細尊 他說 這樣跟我們去府的那個 我才會最好 跟我們去府的那個 我才會賣 然後接著就有人來做新聞 這個如果說沒有要跟對方一起唱和 我搞不懂為什麼要這樣弄 因為我覺得 冤有頭債有主 所以你要搞清楚對象 你做過台灣總統 你最知道是神經人把我們去府 對不對 而且不是 因為是馬英九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要幹嘛 他就是跟對岸 然後透過對岸給的這個小恩小惠 然後他覺得你看農漁民 是不是被我收服的服服貼貼了 可是呢 你要知道 那個弘利是很短暫的 中國也是在炒短線 所以大家記得如果沒有改賣的位 給大家補充 我們來看 這個石斑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為什麼後來沒有辦法再銷到中國去 其實有一個關鍵叫做中國的養套殺 馬政府執政時期 他鼓勵龍膽石斑可以外銷到對岸 然後很多業者跟著就西進到中國去了 結果我們的養殖技術本來是比中國好很多的 然後因為中國當地 我們也會養龍膽石斑了 我幹嘛要跟你買對不對 我幹嘛要跟你買 而且呢 在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中國說我們的龍膽石斑很夠 不然這樣啦 台灣你來幫我買好了 他還反而在賣回到台灣來 賴宇松老師 馬英九最大的問題是 業者基本上說的客套話 或者是呢 人家基本上抱一次失說的真心話 基本上他都當真 因為他死不認錯 也就是兩岸關係跟台灣的經濟 在他任內做得最好 即便事後有很多檢討 馬英九基本上完全聽不見這些檢討聲音 那家媒體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馬英九基本上非常非常固執 有他自己的政治的這個幻想 那媒體只有查證能力吧 原有頭再有組喔 為什麼那時候提出 祭出斑斑有石斑 就因為中國的經濟制裁嘛 那我們要照顧農民的這個權益嘛 漁民的權益 養殖漁業的權益嘛 所以說端出這個政策 到後來呢 這個政策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呢 石斑啊 或是相關的品種 都外銷到美國跟日本去了嘛 當初的初衷就是讓我們的漁民 基本上不要蒙受經濟損失 當漁民有更好的出口管道的時候 那沒關係就回復到市場機制 爸爸媽媽想要讓小朋友吃石斑的話 去市場賣 這是基本上 本來事情的原貌嘛 國民黨這個陳玉珍這些委員 基本上倒果為因嘛 最後補充貴雅剛才所說的 什麼叫養套啥 2008年馬英九鼓勵 農膽石斑的業者 或石斑的業者 或是農產品的業者 大膽蹊進 大膽蹊進造成最大的惡果是什麼 把我們的軟體跟硬體啊 都帶去 這業者說的嘛 還要留下來的 基本上深耕台灣 你把品種 漁苗 研發 養殖的這種呢 這個池啦 或是相關的技術 通通帶去 結果呢 造成的惡果是什麼 老共是贏錢又贏化 2012年啊 反賣台灣 在台灣龍井石斑啊 一斤成金式啊 行情一斤一千 一台金啊 一千五百台幣啊 反銷回來的龍膽石斑啊 只變成250元 最後呢我跟你說 為什麼說要贏錢又贏化 他說喔 台灣的龍膽石斑啊 基本上又來了 有病毒 所以說我不給你進口 不能我賣你嘛 好了 這叫什麼 這叫軟土生絕嘛 由於呢 這些養殖漁業 過去已經有那個獅木魚 來自於啊 台南的這個貴啊 最了解 那叫器座嘛 基本上器座 就是希望改變你的政治行為嘛 或是呢 完完全依賴中國經濟 這也是慘動教訓 所以搞了半天呢 媒體不查證 馬英九自我感覺良好 連現階段呢 所謂的石斑的供銷 他們都搞不清楚 好我們接著 我們要走到南投立委補選的這一塊 那我們要來看 綠營一直在攻的是林明珍的痛點 那主要是什麼呢 昨天王定宇委員那一句話 大家就覺得 這個可以繼續流傳下去 持母守中線 但是持父南投線 我們來看南投的持父 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林明珍對他兒子可以怎麼樣 他的這個選舉補助款呢 就給兒子去買豪宅 然後政治現金的部分 這就是拿來給兒子 可以月領薪水八萬塊錢 那進一步還發現的是 有一個這個曝光的錄音檔 林明珍還在那邊感嘆說 其實這不是什麼豪宅 只是門面看起來比較好看 外觀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那還有一個部分呢 我們看齁 在這一個爭議當中 問題點在於 吳佩蓉他挖出來 他是促轉會的前副研究員 他覺得怪怪的齁 林明珍說他們是 因為建商要在這邊蓋 所以他就在旁邊買了土地 叫建商幫我一起蓋 可是問題是這個建商 他又給了林明珍的這個政治獻金 所以林明珍跟建商之間的距離 究竟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看 民進黨連環猛攻林明珍拿 政治獻金買豪宅付兒子薪水 曝光錄音檔 我在選選舉的時候 是我屬然人家監款 付給他薪水 這個也沒有違法 如果不趕快再蓋一棟來住的話 你叫縣長流浪街頭 大漢捐款付兒子薪水沒有違法 綠營更秀出證據 林明珍在2018年參選 南投縣長選舉時 他將他的十萬元捐出來了 回捐給他爸爸當政治獻金 意圖去逃稅 豪宅的建商 在林明珍選舉的時候 也有捐贈他政治獻金 林明珍哀哄把南投人的錢當小金庫 因為林如斌總說自己是無己心特助 卻被爬出拿人民給爸爸的政治獻金當薪水 買下千萬豪宅 近期民調顯示藍綠對決勢均力敵 年齡別有沒有差別 就是我說的母素母體 那你才會知道它的準確度 這個民調只是讓大家參考 我相信南投縣民 眼睛都是血量的 國民黨文庄會副主委下鄉輔選 加碼公蔡培會過去三大失言 選情緊繃時刻藍綠工房越演越烈 四百九塊買 我很少看到有人買房子的方式是這樣買 一般就是建商蓋嘛 那我們就透過不管是建商 或者是你是買二手屋 你就跟這個屋主去洽購要買房子 可是林明珍買房子的方式 包括他幫兒子買的這個房子很特別 他說建商要在這邊蓋獨棟的套梯房 我們就在旁邊買土地 那所以你要先知道建商要在這裡 這裡差不多要開發了 我在旁邊買土地 建商不好意思你順便幫我把房子蓋起來 你們原本的那個設計的樣子 一模一樣套路 我還可以省錢 有這麼好的事情 那我們看這個促轉會的前副研究員 吳沛榮 他最近蠻關心林明珍的 他發現林明珍好特別 其中他就去挖有一筆五十萬的這個 政治現金的捐款 可是營造商登記的地址 剛好是幫林明珍代建豪宅的這個建商 居然是相同的 那我請教逸川哥 這是什麼樣的畫面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一個 關於南投王國代客 代客處理所有事情的傳說跟故事 其實你現在講什麼也知道也知道 從頭到尾你講的你自己最有建樹的部分 都是怎麼鬥爭而已 他講的不都是這一些嗎 你怎麼樣砍敵人殺敵人